各位喜歡馬族的朋友大家好 現在加速里的來到這個地方呢 就是所謂的叫大丘島 那大丘角呢 預計在年底有可能會成為台灣的第二座的暗空公園 所以這個海岸呢 你可以看到沒有光碍 那相對可以看到更多的藍眼淚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又是所謂的棉花路的野放的生態之島 非常非常棒 你看人員的部分就可以知道 現在正前方呢 這邊是早期的燈岸的碼頭 也是整個國軍北部的所謂的重心點的部分 後面這個山丘呢 就可以看到是所謂的叫做北竿 然後遠遠的上面的一個秦山一個壁山 中間加起來就是所謂的叫秦壁村 那裡面有兩非常好的咖啡 一個叫家室 一個叫愛琴海的部分 這個可以看到早期的登陸的 從這邊上來的作戰 登岸口的部分 忠誠團結風氣效率 就是整個海上的所謂的部分 好就先這樣子喔 下室友的旅遊歡迎你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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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問一下 我們來講到ết 快點 發生 我們來講到的 有些什麼事 我們來講到的 我們來講到的